我们不是过来交朋友的 但是如果遇到志同道合的人 请好好善待 第二点 如果把实现个人价值当作B 把职场社交当作A 那么A就是B的充分不必要条件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身边温度光球网点 用我们市场营销的方法来解决身边问题 我是杰叔 今天我们的亲密友谈来讲 社交当作会碰到的一些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吧 杰叔我刚到一份工作 刚开始大家都很照顾我 但我发现的比较难容不大家 团队聚餐的时候我也查不上话 小龙鹿的时候又导致人情 在工作方面我不想过多去麻烦别人 大多数时候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去做 导致我工作量和精神方面都有比较大的负担 我该如何去解决 第二点 能说我是一个不太喜欢聚集别人 我也喜欢得尽可能去帮助别人 可能是因为这点的同事和老板经常 给我额外的工作去做 事事休息的时候也时不时让我帮忙 我内心是非常抗拒的 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如何去解决 看影响同事关系 而且最近总共不是在背后遗落不合 这让我非常苦恼 其实在我自己的工作当中 也碰到了很多一些问题和值得思考的一些地方 比如像呢 如何通过工作来实现自我价值 而不单单的智慧的薪水而工作 另外一点呢 就是如何合理的运用职场社交 来提升你工作的成就感 以及愉快的程度 所以呢 这一期我想通过市场营销当中的消费者洞察 里面涵盖的三点内容 Tension Insights Disruption 来处理我们这样的一个职场社交 以及个人价值两者之间的一样关系 一期呢 我会用一个消费者行为的改进版 AIPL来做一个路径行为的一个指导 在解决这些问题当中呢 我们需要记住两点 第一点就是在整个职场环境中 我们不是过来交朋友的 但是如果遇到志同道合的人 请好好善待 第二点 如果把实现个人价值当作B 把职场社交当作A 那么A就是B的充分不必要条件 接下来呢 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个thinking path 这样的一个思考路径 来解决一下我们这些遇到的一些问题 第一点 就如果对于遇到的一些问题呢 你需要有一个概括和体验的 来找寻Tension 也就是我们的冲突点 第二 对于这些Tension 自己有哪些的理解和动静 第三 通过这些现场和理解 我们能深入到哪些本质性的洞察 掌握问题的真正的诱因 第四点 尝试一些disruption的一些破解方法 最后呢 我们会明确 我们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然后它的阶段性成果有哪些 我们会总结出来一些方法论 对于一些普世性的问题 可以有一种参考的几句路径 在右下方呢 有一个重要的优先级排序 我们可以看一下 接下来 我们的第一点Tension 有哪些 其实呢 在职场当中 有很多人是讨好性人格 总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 过度在意 同事领导对自己的评价 中的自己的 会非常焦虑 而且影响到自己的工作 还有一些人呢 对于新工作 新事务 以及自己未涉猎过的项目 有种望而却步的心态 不太应该去交流 宁愿自己一个人去工作 但团队协作和效能 非常影响我们工作的生产力 而良好的职场社交呢 可以促进团队的沟通与协作 其实这些问题呢 都源于我们人性患得患失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总会把自己的注意力 集中到我们失去什么场 而不是得到什么场 所以呢 我们应该透过现象 看本质转换思维 更多的去关注 个人价值的提升 和职场执行新的一个处理 在社交场合当中呢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 注意点和规则 可以很好的去帮助我们社交 比如呢 窃进说教室社交 不要过度社交 窃进交调延伸等等等等 在职场社交当中呢 其中的一些点 是我们需要注意 比如像价值交换 而非利益交换 越简单的拒绝越好 平行社交为主 向上社交为福 对事不对人 让有人情味 以及呢 可以保持一些距离感 跟真诚的态度 最后呢 个人价值的提升 对于职场社交的影响力 有了正向的一个反作 所以我们的Distruction 就通过利己 激励他的两种思维 来形成解决方法 通过利己 来拔高个人价值 及职场的一个自信心 然后通过利他 来加强职场社交的影响力 请问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没有什么梦想 人怎么可能有梦想 如何来提升 自己在职场当中的个人价值呢 这里就要引入一个 反激深的概念 自我激励驱动 对于寻找工作的意义 有着不可小觑的这样一个作用 我们也可以通过 工作意义金字塔 自下而上的 来激励每个阶段的你 而对于市场社交当中 存在的一些具象化问题呢 我想用市场营销当中 比较基础的AIP模型 在其中做了一些改变 对于具体的问题呢 可以有一些模板性的一些指导 打个比方啊 同事在一起聚餐 你觉得自己融不进去 或者找不到话聊 又或者自己的一些言论 容易当场面冷掉 你可以通过第一 观察 看同事们在聊些什么 每个同事的兴趣爱好 是什么样的 最近聊到工作的重点 又是啥 每个人的个性怎么样 等等 不基于发声 而是注意倾听 第二 战术跟策略 如果融不进去 可以采取点对点 击破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找到团队当中呢 最具有亲和力 善于言谈 以及控场范围 比较强的那个人 尝试跟他走近一点 第三呢 就是举此言行 因为和这个人 比较有亲和力的同事 走得比较近 他会帮助你渐渐打桥 时不时的cue一下 你荣誉到大家庭当中 当然让你自己要保持 跟对方真诚 且自信的一个交流态度 最后呢 就是分享 以及个人价值 分享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 认为有共同价值的一些东西 但一切的重中之重 就是为了你个人价值的报告 其实呢 解决的方法 很拨有很多种 而且呢 不是所有的都可以 好好用这种方法论的 但我的重点呢 是想跟大家说 提升自己的职业局务 以及个人价值 还有市场自信心 那是非常重要的 良好的职场社交呢 我们是可以通过 今年累月来训练出来的 形成你职场社交的 一个基础记忆 然后帮助你更好的 去实现做价值 OK 这就是我今天 这期的一个内容 我想我伴们 有任何一些意见 或建议都可以 我论私信给我 谢谢各位 拜拜